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行车道 串联当地热门景点 除了实践环保的理念外 还能让民众一边轻松运动 一边情景大自然 我们希望透过自行车的清理 很慢活 很休闲的方式 让来自于我们全台湾所有的爱好 这个旅游的一个朋友 在一个最轻松 最自在的一个方式来了解东山 让他们知道我们东山乡 富含着有哪些的丰富的资源 一定要关注我们幸福东山的这一个网站 我们会提供很多的信息 来将我们整个东山乡 很多具有特色的一个龙特产 具有特色的餐厅 来提供给所有的好朋友 东山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 叫做东山的自行车道 东山车站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景点 在往山外绿洲过来 我们有近年吉利再推的叫做三骑大道 从五月六月会有不同的景色 在我们就往上游 我们就经过我们的中山休闲荣业区 那休闲荣业区里面有茶园有果园 所以整条东山河的沿岸 就有非常多可以骑乘的一个路线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骑着车车轻松旅行 慢慢地来旅游我们这些点 而有着台湾最美车站之一称号的东山火车站 也是台湾第一座以观光为目的改建的火车站 在火车站周围设置了小朋友最爱玩的溜滑梯 集装置艺术 让民众在现今忙碌的步调中 多了一分惬意 我们看到很美丽的一个东瓜山等于瓜棚 所以当时火车站建立完成之后 尤其是我们北部中南部的朋友都会来这边拍照 拍完照之后在地方吃个小吃 再回去他们的一个温暖的家 我们希望未来整个东山 不仅是在台湾可以看到东山 我们希望未来世界可以看到东山 三骑道街美静 人称宜兰的博朗大道 在这能悠闲自在地骑着自行车 享受风吹拂而来的凉爽 放眼望去是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 还能欣赏美丽的彩道地景 每年在此举办的热气球嘉年华活动 也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的旅客来共襄盛举 我们举办的活动期间就涌入了二十万 不只是来自我们全国各城镇的一个好朋友以外 我们来自于世界各国 他们通过网路专程来到我们东山 带动了整个在我们东山的观光休闲产业 东山乡内有许多观光果园 里头设置了擒鸟类园区及鲤鱼池 让小朋友能近距离观察动植物外 还有铜锣梢的DIY手座 让民众在骑自行车消耗热量之余 能体验手座的乐趣还能补充活力 山崎东山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很美的乡村 所以我们要亲自来参加这个活动 骑脚踏车漫游看看道浪东山的美 我们大家姐妹一起来共襄盛景 走走把这个美丽的成绩推向国际 赞 东山乡公所重新修整了 拥有百年历史的东山河旧河道 民众也能乘坐电动小船 欣赏沿途的风光明媚 将河道风景再次风光展现 这几年来对于东山河的整治 花了很多的心力 所以我觉得改变了很多 然后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 这个整个东山河跟东山乡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有意义的活动 好山好水的东山乡 一直是许多人出游的首选 在此不仅能来趟自行车轻旅行 及享受绿美学外 还能品尝当地的特色农产品 值得民众来亲身造访 探索更多迷人的景点 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很多 喜欢休闲旅行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这边 带给他们很多满满的幸福跟回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